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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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转发 但是你身体坏了 你有时间有钱 已经身体不健康了 可能医生跟你说 这个不吃质 那个不吃质 钱有豆油油又不吃质 所以说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 人生实在对我们来说 实在是把我们一种的拖帽 把我们一种的冲地 我们少年地球的 吃老的时候发现说 地球那些东西 其实对人生来说 都是一些无用的东西 都是一些带不回家的东西 带不走的东西 所以台湾文化要把它流下去 因为台湾文化已经400年了 过去我们的祖先 多过黑水高 十七六四三流一回头 那你们打拼 那你们无险的精神 为了我们打拼 打拼到有今天台湾这种的成就 结果你们如果台湾的文化 把它放不下去 我相信对我们小一辈来说 这是我们的借金 或是我们万一 如果从我们的文化 都担不去 这种历史的座人 可能以后 在台湾的历史 他会说 我们这台的 四十年代 五十年代这些人 都是从台湾文化 放不去那些人 因为现在我们说真的 阿公阿嬷也很不幸 阿公阿嬷可能一些过去少年 没听过 现在你要叫他教孙子 他都减一句减两句 他失败 爸爸妈妈 那不用说了 大家都双新家庭 大家都为了这个家庭 在打拼 没有那个时间好教 所以这是因为这次 青梁英特别说 这个文化要把它留下来 主要的一个原因 我们说报道 报道 我们台湾确实是一个报道 我们台湾四十年十二五月 都有火 所以四十年都有火在开 这位土火吉尚昂 二位行火别如松 三位百火接开风 四位连火水中种 五位百合双双双双 六位望你香味贴 七位连椒火作过 八位鬼火贱贱贱贱 九位极火万四双 十位月头结尾冠 十位冠枉火开双双 十二位每火不怕冠 所以台湾真的是报道 每一个月都有火在开 所以住在台湾是非常幸福 但是我们看现在山林 在乱炒乱开睡 每次只要落后 每次只要做风胎 都有土石流 所以这是大自然的反扑 兄弟也好 或是说你幸福的 我们的天空做也好 对我们的人类来说 都是一种的文殊 一定都有真好的东西 要来让你人类来使用 所以我们一直说 我们生的孩子 不管生的女孩 生的女孩 她都乱扎乱来 所以我们现在的少年家 因为薪水都没起床 已经退回到十四年前 退回到二十一年前 现在娶婆也烦恼 没钱 娶婆后不敢生的女孩 生的女孩后 不知道要怎么去乱 所以这是目前来说 人类自己造成的灾荷 就是说我们住在报道台湾 希望大家可以知道台湾的好 知道台湾好的所在好在哪 可以好好地来丁销 这样可以知道说 我们做一个新为台湾人 应该以台湾人为公英 我们不是说台湾 台湾 台湾到底是什么 台湾就是河洛围 河洛围 河洛围就是河南和陆庸 河洛围 就是五代十国的时候 宋调那时候是用台湾围 来动作那种的冠围 作冠的人在讲的冠围 就是说国家是用台湾围 但是五代十国以后 因为匈奴他入侵 入侵以后很多有钱人 他不得不逃亡 那么逃亡到福建 逃亡到福建以后 把整个闽南化 变成闽南化 变成曼南围 曼南围就是河洛围 我们看东西还是宋书 很多都可以用台湾围 比如说我们说渡沐 渡沐的清明 我们用国家来讨是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听起来一点感情就没有 你能有感觉 它断魂的地方在哪里 都没有 你如果用台湾围 完全不一样 清明细节雾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听起来都不一样 照问酒咖何伺悠 目当妖季行华春 打起来比较有感情 所以我们台湾围 饮好事 感情都拜在第一 所以我们说情理化 什么事 我们在做事的时候 有人在寄贴 有人在导致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情跟拜在第一位 不是说没有那个规范的事情 可以做 只是说在情 拜在第一位的情风 你在处理事情的时候 那个处理出来的结果 就会非常的圆圆 不处理到这样 理理落落 不处理到 给你说 你这个人 无情无意 你如果一个人 在社会上 逢来跟你说 你是一个无情无意的人 这样就代表说 你这个人 做人失败 我们说春花秋月好事料 这是礼后族礼律的余美人 他这是一首的颂首 春花秋月好事料 王室地度笑 修留杂雅由东风 各各不甘火秀阐明中 刁难玉切应有材 此时竹然盖 文君灵友基督囚 合适一缸纯粹向导流 听起来就是 这人爱的比赤 理理因为 下这首属以后 去让宋古宗看到 他因为说 他这个人 有反本自信 总要用独幼和独死 所以有时候 你说人生人生 有时候人生 都不是我们有法度安排的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认为说 啊 怎么不说当初来生 生的好野人能到 当初来生 生的在帝王之家 但是我们看到很多 这种的帝王之家 生出来的主题 他们都说 啊 当初如果生的帝王之家 不知道多好呢 这是人生 不能允许的所在 就像我们现在的社会 是一个M型的社会 M型的社会 只有两种人而已 一种人是有钱 一种人是无钱 有钱到无钱的差别 就是在投胎和投资 投胎 我相信 在座的跟我都同样 我们当初都 没钱用到方便山 我们当初都没钱 过到垃圾 不然你如果去敲敲敲 王家的门 你生出来 就50亿了 你如果去敲敲敲 蔡家的门 你生出来 就40亿了 但是没关系 你没有一个富爸爸 你只要有一个好爸爸 你没有含着金汤匙 没有含着银汤匙 你只要找到人生 投资的金钥匙 你不会缺散 所以有时候 我在每一年 105年的演讲里面 我总是希望说 我们这个社会 大家都有钱 我每次如果你说的时候 这时候有人说 赖老师 你这个想法跟猪一样 说是怎么说 你说猪有三个愿望 一个是天上掉下饲料 二是四周的围墙都倒掉 三是全世界都信回教 这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我们说 国人收 国人贴 有时候 新鲜 难求 没命客 有时候我们要听到老祖先 一些把我们教育的台湾严育 台湾的赏议 我们就可以带回到 人生到底在哪里 再次 wieder 塑菇 加密车 五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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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十四周的 一回